升級論證 上個星期講了一隻三八八 但就發覺自己的發夢都真的不夠大 夢想不夠大 膽不夠大 去到320元 當時的目標價 現在已經375元 其實去到這個時刻 去到一個叫做你唯有勇敢地進取 控制駐馬 都是繼續順勢而為的操作 既然在這些情況 我都會去選擇一些 相對落後少少的股份 其中一隻700 真的叫做穩打穩摘 但亦真的叫做慢一點 現在大概是475元的位置附近 其實如果真的想試一試 你不妨考慮大概468元附近去買到 然後指洩可能放遠一點 可能都要放到差不多440多元 其實5%可能都很短時間就會碰到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但是上網的空間 亦真的要發夢想遠一點 可能都要想到差不多500多元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到 總括而言 都是選擇一些相對落後的大隻股 就會比較容易做操作 如果真的不做過股 做指數都可以考慮 港股上星期尾 在沒有北水的情況下繼續夾升 恆指更升穿了 之前二三年開關之後的高位 22,700點水平 至於重波股騰訊 上星期五的表現都可以說是不錯 一度都想挑戰480元的水平 如果大家和80後頭機械Alan一樣 繼續看好騰訊上後圍部署的話 都可以留意我們升降的 騰訊科論選擇27618 27618這隻騰訊科論 屬佔都變成一個輕微架外貼價的選擇 騰訊價在515元 到期日去到明年的4月尾 實際槓桿都可以給到4倍多的流稅 騰訊可以去到日子參考價大約468元的話 27618這隻騰訊科論 對應回的理論論價 就大概在四毫九支左右 假設騰訊去到上星參考價500元的話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 並且持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值 這隻27618的騰訊科論 對應回的理論論價 這隻騰訊科論價大約去到六毫四千半 比多的潛在升幅就超過三成 不過這段時間 隱身波幅的波動都比較大 如果大家在這個時候 選擇渦輪作為部署的話 都可以留意相關的風險